来 准备好你们的眼睛 登登登登 来 哇 很漂亮 然后一个斜光灯给大家最后看一下 姐姐 哈喽 来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哎呀来来来来 宵夜搞起来 自己 啥情况 没啥情况 我不是来吃点晚点吗 我想到你就住在这附近不是 那边运你出来吃一点 还点了我最爱吃的油面 你喝啥 我不知道你喜欢喝啥 喝的就算了 太晚了 太晚了不喝了 那我直接干了 可以可以 我已经吃好了 没别的事情 没别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 请你吃点宵夜 行行行 怎么回事哈你 好那我吃了 吃吃吃吃 OK 嗯 吃完了 哇 可以啊 那吃完了东西就开始办震慑了嘛 哈哈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就说嘛 不要加个盘 加个盘子 走吧 六 六 真是个老六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叽叽喳喳的那个阿龙啊 啊就那个那个 脸黑黑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啊 他说他那边的话 刚开出来的一块料 我不会踩到死了 好像不是 有点软软的 哈哈哈 他说他那边刚开出来一块料子啊 然后让我过去看一下 咱们的话就去直接去看一下吧 这里就是珠宝街 对这边的话就是老的珠宝街啊 哥哥姐姐们 像这边的话 嗯 晚上的话是没什么人的 你看那些店铺的话 就基本都是关这个的 白天话会多一些 然后来这边的游客也挺多的 嗯 以前游客的话都是到这边啊 一车一车的下 他们一家一家的逛嘛 又买一些翡翠啊 食品啊之类的 这边的话慢慢有点落幕了啊 说实话就是人没有那么多了 这边没有以前那么繁华了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然后缅甸朋友的话也回去了很多 啊 这里还是更趋向于缅甸人多一点 对对对 这边的话如果你晚上小女生一个人 最好别来哈 嗯 因为这边缅甸人多一点乱一点 他跟我说他就在这里吗 人呢 哇 这不仔细看真看不到 还穿 不是啊 你已经以这个黑色的业绩融为一体了 哈哈哈 没有这样的话这里 不要穿黑色了好吗 我喜欢黑色的啊 我喜欢黑色的啊 我喜欢黑色的 而且 哎非要那么晚叫我们 我叫你来看看呀 哎 你看他又走啊 这里 这里看不了太黑了 去那边 去那边 那边亮一点 来各位姐姐们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蜡皮科的一块 南齐敞口的 看到没有 哇 这个料子这边有开了很多窗 哇 这个刚开的 刚开的 刚开的 就是很新开的 哎呀你多少打蜡皮水出来 打点水对不对 让我看一看 哎 哎 来洗个澡 你吓到狗子 来 狗子吓到狗子 哎 哎 不要听了 听什么 来来来 各位姐姐们 这个真的是刚刚开出来啊 然后你看他这个 如果不打点水的话 就是白乎乎的 看都看不了啊 但是打点水的话 你们可以发现 看得到他那个鱼肉 看到没有 这块的话是一块 带一点点底色的一个料子啊 看到没有 来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这块料子啊 咱们先别看他开出来的地方啊 你干嘛不把这些都刷出来 这那么漂亮啊 这地方还可以开的 这个我知道可以开 你看像这种地方 各位姐姐们 他就是一块水泥皮的一个脱沙的一个料子 看到没有 他一个水路已经爆出来了 像那种水路你压灯 嗯 感觉到了吗 都没开窗 他就已经直接是漏肉的了 来 你看这里也是水路 像这种货的话 你们可以从他的一个皮革来看啊 第一步 45度斜瓜 你们看一下 细不细 细如泥 细如泥啊 真的是细的跟那个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那种很多 就是去那个施工的做那个墙 你知道吧 他第一层的话会刮的比较粗糙一点 对不对 那个的话类似于水方沙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已经刮完瓷的那个墙面了啊 他是很滑溜的那一种啊 哥哥姐姐们 胶感的话是特别好的啊 这种料子 冰感胶感都有 对胶感冰感都有 然后底色也是特别漂亮 来你看这样一个光 是不是看到他这个浴肉的话是黑漆漆的 哥哥姐姐们 然后你们给你们的感觉可能是哎 你看又白 然后又黑漆漆的这个料子 看着就不是那么漂亮啊 那是因为他没有抛光 然后也没有打任何的保养液 对对对对 像种料子的话你一抛光啊 他那个胶杆 刚盖出来肯定叫白肉眼 对开出来的话都是这样白白的啊 对看到了吗 这个料子的话你擦的面积也挺大的 但是你这个人就是有点小气 你看你这料子真的是跟狗啃的一样的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 我也要我要看一点一点哪里好哪里不好 一点点开对 你不敢大大的开啊对啊 这种料子你不敢大大的开 我跟你说阿龙 这个料子你今天卖给我 回去我就把它扒干净 干嘛你怎么买给你啊 你怂啊太怂了 你太怂了这都不敢对不对 哎呀不是怂怂了的 我不想买给你啊 这个料子还可以开的 还可以开对 那你怎么不把它全扒开呢 你不就怂吗 我也现在干干一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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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都都可以买的吧都都赚钱的就是 那你说嘛这个料子什么价格什么价格 什么价格什么价格买不卖 啊不卖 那你出来约我出来逗我玩的 还一个期待地方呀 哎呦要到我的手了卖不卖 我期待地方还开 其他地方还要开 不要开的啊 你这种啊 这种小点小点的开没什么意思 你卖给我我开给你看 喂不卖不卖给你不卖给你 我感觉他在欲擒故众 是饥饿营销吧 不意约我出来吊我胃口 然后不卖 他看你有点兴趣了 哎不卖 你看他真的是跟狗啃的一样的 这里打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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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这里 等杨老师如果说能把这块料子收下来啊 巴给你们看哥哥姐姐们怎么样 不卖不卖不卖 嘿嘿嘿开玩笑 走回家 回家 你确定啊拜拜 你出来 拜拜 看到我们有欲擒故众 我说我走了 你来拉我 你想要的我跟你说 中国的兵法给他们学的是透透的 溜溜的是吧 如果是该出来吗 鱼雕少的我该出来 去不出了吗 这个料子不完手做 来哥姐姐们我跟你们讲为什么 因为像南奇这样的料子 他可能会有一些裂看到没有 有裂的话是正常的 但是你看他的一个品质 品质的话是很高的 像这些水落的地方是直接玩荡面的啊 就那种情底色的荡面 可能你取货出来你们不能想象 我找个图片给你们看一下 来哥哥姐姐们我找到一张啊图片 你们看一下 他这个取货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荡面啊 来就在这个水落这些地方你看 看到没有 你再看一下这里 来看到了吗 来你看一个45度斜光灯 能拍得到他里面那个鱼肉吗 这个料子的话 其实我是来再打点水啊 那个阿龙拿点水过来 我给大家拍一下 就是他里面那个镜头 来哥哥姐姐们能拍得到他那个鱼肉吗 里面的 他的一个镜度的话是很干净的啊 来 这里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吗 这些的话都是能继续扩材的地方 都有机会做见面的啊 他的一个沉浸度特别高 这样子 最低多少 来 这个 对嘛 你好好给 哎呀 你会去车上 妈你好好 我到晚上走在这路上提着一袋钱 你吓死我 可以可以 没事可以的 来咱们这块料子的话拿下了啊 哥哥姐姐们 单评 多少呢 我也想要帮你 嘴 vert 咱们昨天收下的這块料子啊 来 我在这个位置 你们就应该知道杨老师要干什么了啊 我自己可以干 这个料子的话 跟你们说的很多地方的话 他都是可以继续扩出来的啊 哇塞很純很干净 这一包 我要让师傅帮我把它全部给他扩出来 来话不多松啊 咱们直接开上去 来各位姐姐们啊 师傅的话 连夜加班一个晚上 咱们料子终于开出来了 哦 还泡了光 来 你看 现在看上去 是不是比之前那个窗 看着要大气多了 对 就相当于整个面都给扒出来了 来 准备好你们的眼睛 登登登登 来 哇 好说不出啊 这缅甸人真的不会快撞 对 缅甸人也快得太丑了 对不对 你看你现在你这样子 它交杠啊 各方面你都能看得出来 像这种货的话 你记不记得之前也是一块 收下来的一块这样子的一个料子 然后也是马上去扩窗了 后面就切了一小片那个料子 你记得吗 来 这个的话跟那个料子一样 它那个皮壳都是一样的 你看 特别细腻的一个皮壳 所以这个料子你要去切一小块去做货的话 它的一个品质的话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块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清澈程度 没有那一块高啊 因为它的一个底色会更浓郁一些 来 给大家走个灯看一下吧 都开出来了啊 随随便便开一种料子 完完全全就是满肉啊 来 这边 孩子挂尖料 这些有一些进度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打见面了啊 你看这里很漂亮 然后一个斜光灯给大家最后看一下 来 这个料子的话就给大家看那么多啊 看也看得差不多了 来 放到保险柜里去吧 咱们呢 就不告诉他这个料子的话是多少钱收下来的啊 大家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猜一猜 有奖竞猜好不好 猜对了有小礼物送啊 来 阿涛把这个拿去放一下啊 来 哥哥姐姐咱们就先进入到这里啊 如果说你喜欢翡翠 喜欢看实战 或者是喜欢杨老师 记得添加杨老师的微信 还有line啊 来看完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爱你们